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记得小时候或者很多时候都听到那些家长 就说那些小朋友就是生虫 我相信这个现在可能就没那么普遍说出来 但我相信应该都会有的 我们小时候就是家里常常都会有时 来不准又给一些杜虫药我们吃一下 最经典的就是好像吃一些花铁饼啊 这些这样子 给我们去做一些好像预防一些杜虫那样的 但是在临床上你同类疗法呢 对于这些生虫 有些叫小虫那样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处理 有什么疗剂去处理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的经历 山虫经常在那里撩个肛门 亦都有那些小虫的可能面色差一辈子 一辈子白块 通常就会生積啊 生虫啊 当然呢 就是记身虫是很多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的 只不过我现在的人的营养是足够的 很少受到那些记身虫的很严重的影响 大家够吃 营养够 大家回家给它吃就养住它 其实很多我相信都是这样的 今天想说的小虫,或者英文叫Pinworms 顾名思义,Pinworms只有一个很小的针 通常这些小小粒的白的虫 很多时候在晚上就会走出肛门去敷蛋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是特别多,很容易传染的 什么都知道呢,有时候拗下痕,拗下屁股 接着肛门就会放入口中,很容易传染,散播出去 一般来说,我现在讲的小虫 也有时候可能会和蚂肠有关 严重起来可能会出现肾门抽筋 或者肚痛,或者肚痛,或者肚痛 也会寻致睡得不好 所以可能也有其他的症状 就不是一般我们的传统所想得到 好了,在铜绿疗法处理方面 我们也有介绍几个简单的疗剂 第一个我们就叫做Cina Cina Cina Cina叫worm seed 我们叫驱虫子 中文的大概叫驱虫子 这个差不多是首损的 如果你发现身份子有些瑶虫 有些片蚊 屁屁痕地 你第一件事都会想到这个Cina 这个疗剂的了 好了,如果你发现这个山虫的小朋友 还有很多时候有风烂天的 那你想到,如果加上有风烂 那我们的疗剂就是那个叫 Ertica Urine 是沉麻 Stinging Nettles 好了,如果你发现这个小朋友 知道他有山虫 但从事他有很多鼻敏感的花粉烟 这个经常打一次打一次 那我就用什么呢 就用Sabadilla S-A-B-A-D-I-L-L-A 即是沙巴达子 Sabadilla 好了,如果你发现 那个人呢 那个患者有很大的鼻息肉 而且经常在这里撩鼻 在这里嘩嘩地转下去 那这个阵营呢 我们的疗剂就是Turcium 是猫百里向 Turcium T-E-U-C-R-I-U-M 那这个就是这样的阵营 好了,那如果发现 那个症状呢 是包括一些面部的神经痛 或者心跳呢 那我们的疗剂呢 就叫做Spigeria 是赤金草 叫Pink root 那就可以看到呢 我们不同的情况之下呢 有不同的了 好了,那如果你发现肝门呢 有些肝裂这个情况呢 那我们想的疗剂呢 是叫Ratania 就是R-A-T-A-N-H-I-A 就是拉达尼根 是一种树根 那这个在看那个不同的情况呢 我就会用不同的疗剂的 那通常呢 这些这样的疗剂呢 通常都要几天或者几个礼拜 去才处理得到的 嗯 那如果我们就是 未用到疗剂 未找到适合疗剂的时候 那其实在自然医疗那里 有些什么方法可以舒缓一下 那就是一般的都是这样的 就是小朋友就是要留心他有没有 就是整天刮刮刮的 刮刮那个屁股 是不是 那还有呢 就是那张床呢 就要勤洗床单啦 小朋友多些洗手啦 OK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了 有很多草药的 嗯 我小时候都试过 花塔饼啊这些 那有些时候呢 有些草药的方法呢 就比较上呢 都是有少少毒性的 那没有同外疗剂的方法 更加好的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呢 尽量试试用同外疗剂的疗剂 OK 好了 那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如果什么都不记得呢 就记得这个就是那个SENA 是 SENA SENA的症状很有趣的 就是除了肝门好痕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症状呢 那个人呢就是很不安的 很很敏的 啊 整天呢就可能就有些东西呢 就是啊 就是手呢就很 啊 就是手不停要去搅拌 可能转 就是那个滑鼻孔啊 那样的 那我说了两个 经验给大家听 是很有趣很有趣的 那一个呢是发生在 就是两个都是在加拿大的案子 是是是是 那我当时呢我就遇到一个病人呢 他呢就是一个 一个成年的骑警来的 嗯 高高大大 那我都三十几三十几岁起码的了 那他的症状呢是什么呢 他是咬手指的 那一般人都会咬一下 是是是是是 听到很惯的 但是呢 他是咬到呢 是指甲全全都没了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 高高大大 高高大大的 一个一个 一个成人 一个奇境来的 那他呢 那他呢 手指是完全没有指甲的 因为他是 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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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掉了的 哇啊 好了 那当时呢 我怎么医呢 就是这个 这种这样的口痕啊 指甲要咬一下 那结果我给什么呢 我就给那个 SENA 那个驱虫子的 这个呢 在我来说呢 就是你里面有些寄生虫 那些虫是在挠着你的 那你里面可能挠不到 就是挠不到 是是自己挠不到 那用一个口呢 是咬手指的 来到舒缓这种 这样的 有些是挠着挠着你 那种这样的不适 那我给它之后呢 那就停止咬手指 停止咬手指 停止咬手指 好了 那这个是一个案子 那另外有一个呢 亦都是一个 又是加拿大的案子 当时我在加拿大的行医 那时候 那有一个都十凌四 大大脚脚的 那就是完全不是我们典型的 那些什么山虫的 是不是安身手手 一大大脚脚脚 就是健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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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捕蟲子給他,我離開後沒多久 他的媽媽就打電話給我診所 他說原來我兒子是山蟲 因為江門的蟲子在江門走出來 大隻隻,十幾歲的人 他媽媽就立刻報道給我聽 原來他有山蟲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通過療法,大家都知道那些療劑是經過數以億萬次的稀釋 沒有任何物質成分 所以不能像一般的稻蟲藥或者草藥 在化學上殺了那些蟲 其實它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一種能量 它是在這個身體入了身體 是產生一種能量,令到那些蟲 那些蟲呢,那些蟲呢 那些蟲呢,是覺得這個此地不適 不如久留 即那個磁場不好啊,要走啊 結果就在他的江門走出來 走出來,走出來 其實同一個療法就是很奇妙的 所以我有時覺得,認識 我這麼多種,我知道我行醫了 我學了四科的專科醫療 我覺得始終,在這麼多種 真的和我的療法是最驚人的 最好用的 好了,這個是我經常用得到的 除此之外,就視乎那個伴症 我剛才說,Ratania Ratania通常從得來,肝門有裂痕的 OK? 有時病人覺得肝門很生氣 好像有些針刺感 除了肝,除了痕之外 OK? 好了,Separdella,就是沙巴達子 這個情況通常搬上什麼呢? 就是花粉熱,打癡,流鼻水 如果你有這個症狀,可以考慮是Separdella 也可能有些人 因為那些蝴蟲是在撩它 即是它未必可能是花粉熱的 但因為它撩到它,在鼻孔裡撩它 令到它就要打一支打一支,來伸它出來 OK? 好了,另外一隻就是Spy Jerry,赤金草 這個的症狀都是覺得肝門很癢 有些肝門很癢,而且很怕針刺 那些症狀的症狀,特別敏感 對這個症狀是害怕的 好了,另外一隻就是Turquium 貓百里香 通常都是除了痕,令到肝門痕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鼻黏膜上有些腫膜是腫脹的 即是邊邊的腫膜是腫脹的 如果嚴重一些,可能直接有鼻息肉出現的 那這種Turquium的人很喜歡用手指打伸下去,刮刮刮刮 最終一隻就是Turquium 最後一隻就是Turquium Turquium 這種山蟲的人,很多時候的皮膚出現了癢癢,風爛 即是你會看到,雖然腫蟲的情況 是會導致身體很多不同的症狀出現的 如果你看到這些不同的症狀,你就會配不同的癢劑 即是有時可能見到一些,因為知道同類癢法 同類癢劑就不是單一一種的問題 即是有時可能就是說,好像過往你們兩個 那麼典型的Case 根本好像這麼肥大,但也不像我們一般人所認為生蟲 不過它有這些獨特症狀的症狀出來配耳的時候 原來其實就是因為生蟲的影響到這個問題出來 所以我們又長知識了 知道有時不是單是表面那些 因為除非你真的拿了一些糞便去化驗,去什麼 看看有沒有蟲蛋,但有時都不會一定每次有在 他不走出來,你都發現不到 我聽聞,這是浪漠消息 他說很多時候,如果那些人拿了一些糞便去化驗 化驗室都不會幫你好好的去找 就說你有,然後你就吃一輪杜醇藥 沒有所謂,杜醇藥很簡單 都是例行,都是說你有的 吃了一輪之後就說你沒有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不清楚了 但是有時有種做法,遇到這些事情 都很難去看的 你找到的蟲蛋都不是那麼容易看到 那你就試一下,就這樣吃藥 但我們說不要吃這些有毒性的藥 就算草藥也好,可能有殺蟲有毒性 不用同類療法,是吧 同類療法最好最安全的 是的,所以就是在一個同類療法 所以有時我們家裡都應該要常備了一些療劑 尤其是可能見到小朋友 突然之間有這樣的行為 都不要真的給他們 尤其是他們 可能是 牠是生蟲,牠已經是牢蟲 牠是牢蟲,牠是牢蟲在這裏的時候 令到牠們的情緒又不安 牠是牠的,牠是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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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很多這些小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及早醫治 找到適合療劑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好好地處理了 就不需要搞到它有些後遺症 剛才聽起來都真的好可怕 因為高大的人會咬得沒有指甲 牠是牠的,牠是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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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牠的牠是牠的 好恐怖 希望我們的聽眾 收聽了節目之後 將這些小問題深化到 出現了這麼多的後遺症之後 才去處理 所以家中常備的療劑 永遠都可以 真的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多謝袁醫生加入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還有查詢有關療劑 或者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我們的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 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